大家好,那么这节课咱们就来说一说 关于这个卷积层还有直化层 它的前向传播还有反向传播 咱们该怎么样把它们计算出来 那么首先咱们先来说一说 这个卷积层的前向传播 那么对于一个前向传播来说 首先咱们需要有一个输入吧 在这里咱们就假设这个x是咱们的输入 咱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它这个x现在是一种四维的形式 为什么是一种四维的形式呢 就是说咱们在实际写代码的时候 通常把这个x表示成这样一种格式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参数是说咱们的一个输入样本的编号 比如说咱们这里指定了0 指定0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咱们的一次输入是一个batch 一个batch进行输入的 这里咱们为了举例子 所以说咱们是取了这个batch里边的第0个编号 也就是说咱们实际是拿出了一张图像出来的 也就是说咱们的第一个维度其实是一个n的 然后咱们的第二个维度是c 也就是说咱们图像的channel 一般情况下来说 对于咱们的彩色图来说 它是有三个channel 对于咱们的灰度图来说 它是有一个channel的 就是说咱们可以看 咱们现在拿出来的是一个彩色图 因为它有这个r通道 还有这个g通道 还有这个b通道 我们看这是分别用这个0 还有这个1 还有这个2来表示出来的 这是咱们输入的第二个维度 那么第三个维度和第四个维度 就是咱们输入的图像的一个高和宽 一般情况下咱们用这个h和w来表示着 咱们输入图像的一个大小 这就是一个h 然后这个横着的就是咱们的一个w 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输入的样子 对于这个输入 咱们首先说 就是说要做这样一次卷接操作 咱们先要指定出来一个filter吧 这个filter可以帮助咱们在原始的输入上 进行很多个小窗口的特征提取 然后最终这些小窗口所提起出来的特征 就组成了这样一个特征图 那么这里咱们是举个例子 就是说用三个filter来做这样一个特征提取的操作 所以说因为咱们选了三个filter 所以说咱们最终得到了三张特征图 咱们这里就拿一个filter来进行举例 大家需要注意点 就是说咱们的filter它也是有一个深度的概念的 就是说像咱们图像来说 咱们图像是不是说有RGB三个通道 这三个通道组成了一个深度吧 那么对于咱们的filter来说 它也是有一个深度的概念 就是说咱们的filter它不光是这样一个窗口 其实它是有多个窗口这样的组合 为什么说有多个窗口呢 因为咱们的输入它是一个多层次的 比如说咱们的图像是一个RGB三通道的 那么对于一个特征图来说 它可能是十个特征图 或者说它是十五个特征图 六十四个都有可能的 那么对于filter的选择 它就有一个说法了 就是说filter的深度 要跟它前一层的深度是完全一样的 比如说咱们现在的输入是一张图像 那么对于一个图像来说 它是一个三通道的 那么咱们选择filter 它也是一个三个层次的 三再乘上咱们这个filter的一个窗口大小 比如说它的窗口是一个七乘七的 那么这个filter的大小就等于三乘七 再乘上一个七 如果说你前一层的输入 它是一个 比如说它前一层输入是一个特征图 那么这个特征图它有六十四张图 那么咱们这个filter它的大小是什么 它这个filter的大小肯定也是一个六十四开头的 也就是说对于一个不是图像的输入 它是一个特征图的输入 咱们对一个特征图在进行卷积的时候 咱们要保证这个卷积核的层数 要跟咱们前一层的输入的这个层数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咱们接下来的这个核会是一个六十四乘上七再乘上七的这样一个规模的 然后呢比方说咱们就拿这个例子来说 咱们这里呢咱们的这个filter它是有三个深度的 分别是这个一还有这个二还有这个三 这个一二三呢分别对应着咱们原始输入的三个通道啊 就是说对应于R通道这个图像 G通道这个图像 B通道这个图像来说 咱们分别对这三个区域啊 就是RGB这三个小区域 对这三个区域啊分别进行卷积的提取啊 比如说这个W01还有W02还有W03啊 都是对这个原始输图像这个第一个小窗口 比如说咱们的第一个小窗口啊 是跟咱们的filter size是一样的 都是一个三乘三大小的 都对这么一个三乘三大小啊 进行一个求内积的操作 求完内积的操作咱们完成什么 是不是相当于完成了一个W乘X了 完成了W乘X之后啊 咱们还要加上一个偏置项啊 也就是说咱们最终的结果啊 是由WX加B得到的 那么这个最终的结果呢 就是咱们特征图上的一个值 就是说这样一个点 那么这是对应于咱们的第一个窗口 咱们的窗口是不是还可以 不断的进行滑动啊 还有第二个窗口 我们看对于第二个窗口 还是同样的计算方式 对于第二个窗口呢 咱们还是通过这样的卷积盒 这个123分别对应于 这个RGB里边的第二个小窗口 然后呢咱们又能算出来第二个值 最终呢咱们可以通过 这样不断的滑动窗口 最后啊咱们就把这样 第一张特征图 做的值都给它计算出来了 这样呢咱们就完成了 第一个filter的计算 刚才咱们做了一个假设 就是说咱们现在是有三个filter吧 三个filter呢 咱们最终希望得出来三张特征图 那么对于三张特征图啊 就是说咱们第一次 比如说我们看这都是零的吧 那么第二次呢 就是W1开头来了 W1什么什么 这也是W1什么什么 这也是W1什么什么 然后呢还有个W2对吧 也就是说每一个特征图啊 或者说咱们每一个filter 它都是不长的 都是不一样的 它这个矩阵里边元素呢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呢最终得出来这个特征图啊 也是完全不同的 这样呢咱们就完成了一次 卷基层的前向传播 可以说啊 卷基层的前向传播还是很简单吧 就是咱们算了一个W乘X的内积 W呢是咱们的一个filter filter的这样一个窗口 然后呢X是咱们选择出来 原始的输入上一个小的窗口 这两个窗口之间呢求一个内积 再加上咱们一个偏置项 就得出来了咱们的一个特征图类值啊 这就是咱们的一次举卷基的前向传播 那么下面啊咱们要来重点说一说 卷基层的反向传播 前向传播啊可能很好理解 但是呢这个反向传播啊就有那么一点点绕了 其实啊也没有什么太大难度 咱们先来这画一下 就是说假设说啊咱们现在的啊 这个长方形它是一个卷基层 一个conver层 然后呢咱们是不是通过一次卷基操作之后啊 咱们能得出来一个out值啊 这个out值就是ws加b吧 然后呢咱们在算反向传播的时候 是不是说咱们有这样一个法则啊 比方说咱们想算啊 这块有一组权重参数w 咱们反向传播的目的 是不是说咱们要更新这个w参数啊 也就是说咱们要先算出来这样一个dw的值吧 怎么算这个dw值啊 这个dw值啊根据咱们这个量式法则啊 是不是等于咱们上一层传下来的提度啊 比方说在这里啊 我用这个dout来表示 就是说上一层 不管是上一层连什么层 你连的是全连接也好 连的是saltmax啊或者任何层也好 不管连什么上一层是不是会传下来一个提度啊 假设说咱们上一层传下来的这个提度啊 就是这个dout 然后呢咱们要通过上一层传下来的提度 再乘上一个自身的提度吧 自身的提度怎么算啊 咱们刚才是不是用w加b等于out 自身的提度是不是对w求偏倒啊 对w求偏倒是不是就等于这个x了 也就是说咱们的dw啊 其实它就是等于dout再乘上这个x dout呢是咱们上一层传下来的提度 x就是咱们的一个当前这个层的一个输入 那么下面咱们就通过这张图来看一下咱们的这个dw该怎么算呢 大家注意点就是说咱们最终啊算出来的这个dw啊 跟咱们的刚开始指定的filter这个w矩阵啊 或者说咱们的filter的size 它们是一模一样的啊 就是说不管是前向传播还是反向传播也好 整个网络的结构啊 它的架构啊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只是说呢咱们计算方式稍微有一些不同 假设说这样有个dout 然后呢咱们一个dout我们想 咱们前向传播的时候是不是说out值 一个out值啊对应着原始的一个小区域啊 那么对于这个dout也是一样的 当咱们用dout乘x的时候啊 其实咱们就是用咱们这个一个点乘上咱们这样的一个区域 我们可以看就是说咱们的这个dw啊 咱们是不是分了dw这块有个0 这块有一个1这块有一个2啊 也就是说咱们现在的输入啊 它的深度是3的 所以说呢咱们的这个dw啊 它也是啊它的深度也是3的 咱们需要分别算一下这个0还有1还有2啊 也就是说咱们要算出来三个小的dw啊 怎么算呢 一个点乘上咱们这个区域 是不是还能够得到这样一个区域啊 也就是说咱们相当于啊 是把前向传播给它倒过来了 咱们前向传播是不是说用标号吧 比如说这个是a这个是b 然后呢这个点代表一个c啊 注意说我这个小圈代表一个c 咱们前向传播是不是a乘b等于c啊 那么反向传播的时候呢 咱们就让这个c乘上这个b 咱们是不是让这个c乘上b等于a 咱们来算一下这个a啊 就是咱们的一个dw 可以通过咱们的公式啊来看一下 也就是说呢 咱们首先找到了这个dout000 这个dout000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小圈 用这个小圈呢乘上 我们看啊这个对于这个x来说 这个是代表着咱们这个图像的输入的一个index啊 咱们不用管 这个呢代表着它的0号通道啊 0号真度这个呢代表着从冒号到3 从冒号到3 取了从0到3这样一个小区域吧 也就是说对应着咱们这个圆圈的区域 用这个值乘上咱们这个区域啊 咱们是不是得到了还是这样一个区域啊 哎这是咱们的第一步 然后第二步要干什么 第二步咱们是不是要进行一个移动了 我们看啊 第二步咱们的窗口是不是就在这个位置了 窗口在这个位置对应什么 对应着是dout001吧 这个点是000那么这个点呢就是001 咱们用这个001啊再乘上这个区域 还是等于这样一个小区域的大小吧 咱们最终啊就是把这个值 每一个值呢和特定的区域都乘在一起 那么咱们最终啊是不是得到多个这样的一个区域的值啊 再把它都再把它们都通过这样一个加号 给它们加在一起就完成了咱们一个反向传播的计算了 通过把参为值啊再加在一起咱们就得到了对于这个0号啊 就是说第0层的深度 它的一个filter的里边的值等于什么 然后呢对于这个1号来说也是一样 2号来说也是一样的 因为咱们的书啊它是一个三通道的 所以说呢咱们在这里啊只有012 那么咱们现在算什么啊 咱们现在是不是算完了这个filter1啊 咱们算完了这个filter1啊 是不是还有这个filter2啊 filter2算法其实也是一样的 filter2是不是对应着有一个dout 还有对应的一个另外的一个dout啊 咱们看这是dout0 这还有个dout1 这还有个dout2吧 也就是说呢 每一个filter对应的dout 咱们传播下来的 通过咱们上一层传下来的t度值啊 是不一样的 再算咱们这个dw1 还有dw2的时候 我们看这是dw1 这块呢现在变成dw2 再算这个dw1啊和dw2的时候 跟咱们之前算这个dout 从拿这个dout0来算 其实呢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说呢 咱们前向传播是a乘b的c 反向传播呢就是c乘上ba 就等于a了 咱们把这个过程啊 稍微逆一下 就完成了一次卷积层的反向传播操作 那么可以说啊 这个反向传播操作啊 也是蛮简单的啊 没有什么太大难点 好 那么咱们现在说完了这个卷积的操作 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持画的操作 这个持画操作啊 其实就更简单了啊 咱们可以来看一下 对于一个持画操作 大家没忘吧 咱们再来复习一下 对于持画操作啊 咱们是不是有两种持画方式啊 一个是max 一个是min的 max就是说 比如说你选了一个2乘2小区域 min是什么 min是四个值加一起来 a加b加c加d 4个值加一起 除上4吧 max是什么 1156里边选最大的 就等于6这个数吧 那么对于啊 这个min min pooling 还有max pooling啊 其实 它们的这个反向传播啊 计算方式是不一样的 咱们可以来分别来看一下 这里啊 咱们就直接举个例子啊 大家就明白了 比如说啊 咱们一个前向传播 是这样一个举证啊 是一个1322 那么它前向传播等于几啊 1加3加2加2等于8 然后呢 8除上4等于2 对吧 这是一次前向传播的结果 反向传播呢 反向传播啊 对于一个 嗯 对于这个min pooling啊 它就直接把这个2啊 均摊过去就完事了 我们看 前向传播之前啊 它这个值是1122 反向传播之后呢 他们就拿这个2除上4等于0.5吧 所以说反向传播的时候啊 每一个值都是等于0.5的 哎 这里啊 有一点需要给大家注意啊 就是说 咱们这个pooling层啊 它是没有这个w参数的吧 它没有这个权重参数啊 所以说 咱们现在算什么 咱们现在算的是一个x的反向传播啊 咱们没有w这回事 在pooling这里边 然后呢 对于一个max pooling来说啊 比方说它是一个 还是132吧 那么结果等于什么 结果等于3 一个max pooling 结果什么 这个结果啊 跟咱们的minpooling是不一样的 它反向传播的结果就是说 指在你最大的那个值上 是有这个值 值跟咱们刚才的值啊 是一样的 还是等于3的 然后呢 不是最大值区啊 都会给它复成0啊 这就是完成了一次 咱们pooling的反向传播啊 可以说pooling的反向传播啊 就更简单了啊 因为它没有权重参数啊 咱们只需要算这个x就可以了 好 那么现在就给大家先 嗯 简单的捣鼓完了一遍 咱们这个卷积层 还有直化层 前向传播 以及反向传播的过程 那么一会儿呢 咱们就拿代码来实际的演示一下 咱们该怎么样去实现 这样一种前向传播 还有反向传播的操作